蠻蠻快 當中先對著動作 來到進去做刨頭 雙手不過 37歲的強分比感性 211公分 但是要回放的過程當中 賠上了犯規 這個慶祝可能稍微 這個久了一點 不過這個 主扣真的也是雷霆萬鈞 一手比一 一手比七 一手比一 一手比七 大家都好在修 這個示範 一手比一 沒錯 這已經比得很棒 掌聲鼓勵一下 他比得非常的久 這位新的朋友 對 謝謝 好 那這邊呢 剛剛有被我們D7直播的鏡頭 拍照的朋友呢 等會來聽到我們D7直播單位 換取游泳 對 地主球隊高雄 有給了他幾次 他都沒有 來囉 就是一個單手背扣強身得分 如果這個ZEZEV 小夫在目前受傷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強身 起碼目前看起來在籃底下 是有一定的威力 沒錯 也在蒲原時期拿下了4連半 來看一下B時間 RNU 這一球扣進 我就跪在地上撥 我陪你 我們兩個對不對 我們這時候到底看了什麼 來看一下文成 對 我覺得他想灌 對 但只是球沒有拿好 但依然買到了一次犯規 強身 就有點像去年的瓊斯這種身材 但是要再高一些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瓊斯可能比較多一點外圍的投射 但是這個強身 Chris Johnson 感覺起來他是內線還蠻擅長來攻擊的 對 特別是在機動戰的時候 另外就是蔡婷跟他練頭的時候 他的投籃 應該也是有一些外線投射能力 頭偏 高調跟他抬 完地下又是一次空中補給得分 基本上Johnson應該就很適合這種高空戰 因為有高度 再加上有彈性 對 那反而是如果你跟他在做身體碰撞的話 這是他比較弱的一環 因為剛剛幾次的play 在對抗之後他都倒地了 來看一下張傑瑋的個人能力 往外交出到界外 格魯若維奇教練不敢相信 來看一下這一次的前場快攻 做一個第一時間的RU 基本上球沒有拿穩 但是Singhurtary的傳球還是很夠水準 就掉到藍光附近就對了 雖然第一次搭配 不過都是老球皮啊 沒錯 Singhurtary 這一次來到湖頂 力道短 球又被文成撈回來 又想做一個RU 爛 這邊空中加油加上癮 相對來說這就是完全不到位 Michael Singhurtary 拿一個Easy Basket 這一次冠軍之後要迫使高雄市隊 是 這是一個隔三打牛的火鍋 真的在對抗之後 柏伊的出手就變得不是那麼穩定了 陳范 尋找動位的隊友 接球受到干擾 到底是誰的球呢 第一時間裁判並沒有做出催判 但現在說是勇士隊的球 來看一下剛剛這一個火鍋 就是標準的隔三打牛 前面已經有一個人先扛住 雖然頂開了 但是 這個拉桿出手 剛剛好讓Johnson等在那裡 所以強森的機動性 不只是用在他的快攻表現上面 對 他在防守的補防 第二線的斜防也是相當精彩 沒錯 前面講的就是做那種高空戰 時間已經到點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 這一球 這企圖心是不是想扣 對 他有點想扣耶 他說我第四節再換一個人給你看 哇 他想要扣耶 不過你看到他這個起跳的一個高度 還有他的臂展 真的就是優勢 他這個身形的確很像 就是剛出到的字母科 就是細細長長 對 所以我們現在有看到窮人版MVP的對象 尤其是 哇 都在場上 出現失誤了 全場快攻的機會 三打一 交給他 這直接藍框快被他扣爆了 真的 對 唯一的地位單打沒有機會再交出來 沒錯 吸引到包夾 再把球分出來 右偉的高打板 今天右偉的大部分Field Go 都是切入之後在中距離急停拋頭 沒錯 對 呆田切入啟動之前裁判先想哨哨 要催的是藍哨哨犯規 這一球 只能說哨哨盡力了 哈哈哈哈 但這個起跳高度基本上就是明顯的落差 所以就是一個快攻灌籃 完全擋不下來 對 如果仰將就不是這樣子 哇 這一個中距離相當致命啊 果然做給呂正如 哇 結果這一球被蓋掉了 對 那這麼一來比賽應該也會就此定調 沒錯 剛剛這球比較可惜 因為將可能不會很及時 所以沒有在做多傳球 去想辦法找其他的射手 你也可以看到 Johnson的防守 威脅性就擺在那邊 因為他有非常好的機動性 又有好的身高 烏龍的教練所領軍的台北富邦勇士隊 在熱身戰的第一戰 以94比88 擊敗了高雄鋼鐵人 所以這場比賽 最終的比分是94比88 就是六分的一個差距 你看他在下半場 其實特別是在第三節 高雄鋼鐵人 單節攻下了26分 我覺得這就是很明顯在進攻端 好像楊將找到自己該有的一個節奏 然後該有的一個定位 包括第四節的得分其實也是壓過對手的 其實差就差在一點點 一些細節 所以鋼鐵人的本土還有楊將 可能在經過這場比賽之後 然後趕快再去做一些調整 希望在第二場的熱身賽 可以打得更加出色 鋼鐵人第二場的熱身賽在後天 那就看看能不能夠把這場比賽所吸取到 特別是楊將使用的經驗 在第一節就好好的把對的人擺在對的位置上面 對 所以這也是熱身賽的最重要目的 因為這三天的比賽打完之後不到一個月 也就大概過三週的時間 這個基本上這個例行賽正式就要開始了 那例行賽每一場比賽 你就會算到這個戰績當中 那今年又會拉多了例行賽的一個比賽 所以其實每一場熱身賽我覺得都很重要 沒錯 邵隊伟要在場邊訪問到的是今天表現相當出色的 本土中鋒曾祥軍 就已經開始了